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巨大灾难度 何况它即将上海的地方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国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多熟练啊 东方51011就行在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中国最大的航空输入中心 也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每天有近25万的中外旅客 经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个航空驿站 穿梭来往于世界各地 首都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 它的旅客吞吞量仅次于美国亚克兰大 哈斯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排名世界第二 2012年首都国际机场的客运吞吞量 已经超过8000万人次 货物吞吞量达到了179万吨 每天从这里起降的飞机 已经达到1640架次 首都机场我们的结构上看 有三条平行跑道 它两个塔台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看 那边是东区塔台 那边建筑 对 主要是负责东区的地面滑行 而起飞落地的指挥 咱们今天所出的这个塔台 西区塔台 主要负责西区的这种飞机的地面滑行 起飞落地 塔台管制员的工作 类似空中的交通警察 他们负责着高度900米以下 搬进15公里塔台管制地带 飞机开车 滑行 起飞 着陆的指令 都是由塔台管制员们发出的 就是在最繁忙的时候 高峰期是怎么忙 忙的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最忙的时候 拿一条跑道举例子 我这一条跑道在两分钟 或者两分不超过两分二十秒时间之内 是要保证两个飞机落地 和一个飞机起飞 所以您除一下 可能针对一个飞机来讲 它不足一分钟之内 这三跑道 就一分钟之内有三个飞机起或者落 在塔台管制员们紧张工作的同时 行李手推车工人们同样在紧张地忙碌着 到过首都国际机场的人 都会对便捷的行李手推车印象深刻 不论在后级楼入口 还是走出机舱后 你都会发现 不远处有一次排开的手推车在静候着 这是我们四层的出发大屏 这个行李车呢 旅客的行李车就到这 我们即时收集散车 我们国际呢 缺车那是四号门外 从四号门运出 国内缺车是十号门 如果我们二层要缺车 从四次电机面下 每天这个工作其实很难 是叫你 是 收到请讲 在首都国际机场 总共有一万三千辆行李手推车 这在全球的机场中是数量最多的 然而 面对每天二十五万多人次的旅客流量 行李手推车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为保证旅客随时有车可用 手推车工人需要不断重复 回收 运送 摆放一套动作 让行李手推车有序流动起来 一项普及数据显示 手推车工人在面积庞大的 航站楼内外往返推车 每天平均要行走 十公里以上的路程 为了确保推行中的安全 机场规定 在隔离区外 每次单人推车的数量 不得超过十辆 而将十辆车连在一起推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不好推啊 这个可以调一下 真的像我们的员工 还要干粘刀一桌的都可以 调一下 哪种车型拖头了 你看一下 哪个车放前面 放它好推又轻上 它这也不是说 也很有技巧的 这个加上十个 对 这就是推车 在这可以推车 实际上车推起来不好推啊 你要是那个车要是保鲜 很顺的 很顺的 我能试一下 有什么技巧啊 有啊 有啊 你跟人说一下 哎 哎 怎么转发了 您往 往这边斜一下 稍微往里边抄起一下 这个 抄一下 就掰一下 来 我再试一下 你躲了 这样子是吧 您稍微往里边抄起一点 它就过去了 吹不动了 您就是不点小劲 就过来了 哦 您往那边歪呢 您往那边抄起一点的 不行不行 还是你来吧 你看吧 手推车服务极大地满足了旅客的出行 手推车工人们表现出的高尚情操 也赢得了旅客的进入 我听说你们经常会捡到已经几次的物品 对的 没错 因为旅客可能有的时候 他把这小件物品放在这个上面 哦 是这样 对 然后那大件物品放在这个上面 对 有的时候旅客又不注意这上面这个有这个提示标 请不要依报您的随身物品 对 反正一个人反正不太注意这事 对 大件提走了 小件就放在上面了 比如说上一次 呃 有一个纸袋子 他放在这上面了 嗯 旅客只把这个 大件物品拿走了 纸袋子就那个 忘在这了 我咋着一看 里面就是那个 呃 预类的那种 手镯跟画件 嗯 然后里面还有那个 电警书跟他的那个 那个货架单 然后我看了一看 那个是280万的那个 那个物品 像这种事情太累 太常见了 对 太常见了 经常是 随上里面有那个手机呀 电脑呀 还有那些手包 因为里面 物件比较小 放在这里边 他容易就是 很容易就忘了 如果说他不留心的情况下 这样我们推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 发现这个物品 在里边呢 我们就得及时的 那个上标 标到15照点 首都机场行李手推车 人性化的服务 赢得了旅客的赞誉 也得到了国际机场协会的认可 2011年 在一项全球机场满意度调查中 首都机场的行李手推车便利性 单项满意度达到4.77 排名第一位 建系管制员 能否顺利通过最后的考核 安检员们 怎样处理 安检与服务的关系 但是会在服务方面 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请继续收看第一国门 结束了上午的紧张培训后 我们和梁小鹏师徒一起吃午饭 没想到在饭桌上 梁小鹏继续探讨起来 培训时出现的问题 怎么样 你觉得呢 就刚才继续特紧张 因为之前练了很多嘛 练了很多 转一场机外 GNC已经流浦了 但是流量突然加量了 加上来之后 肯定脑子就一片空白 吃块肉 多吃点补充补充营业 谢谢师傅 没没客气 怎么说呢 这阶段你应该能够承载住这些的流量 而且能扛得住这些压力 这是对国内 因为马上要放单了 马上要独立工作了 出的这个问题 也是你们这个阶段 可普遍遇到的 你要想跨过这个坊 必须要解决它 先吃碗 先吃碗 来 先吃碗 谢谢 我看你对这个 早上这个脸色不太好 因为这个阶段 我们不希望他犯这个错误 但是这个错误呢 也是普遍性的 有的人 可能能够扛得过去 有的人可能就需要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打击才能过得去 这个流量确实对他来讲是超了 超了 超了 我们也是刻意的给他弄超了 真正在工作中也能达到80%的水平 就已经完全能收纳当年工作了 对 主要还是练你的心理 心理承受能力 年轻 他现在可能比他晚一点 整体来讲 也属于比较快的学院 他对他工作本身的感觉很快 而且在岗位上一些状态非常好 工作有人感觉慢 来得晚 他是属于比较快的 而且基本功都比较扎实 算是也是很好的 但是 是不得点啊你呢 对 谢谢师傅 由于航空管制的专业性 首都机场的管制员主要来源于中国民航大学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大院校 但是要正式走上塔台指挥调度飞机 还需要进行两年半时间的岗位培训 而要成为一名成熟的航空管制员 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磨练 武汉之后 首都机场迎来了一个起降高峰 在安检通道上 安检员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 在首都国际机场 安检不仅是一个安全关口 还是一个服务窗口 这是首都国际机场的一条无障碍通道 专门为老人 儿童和残障人士等特殊旅客设置的 在这条无障碍通道上 安检员们不仅要严格检查 还要尽力为这些旅客提供服务 在这个通道上工作的安检员 都来自安检公司最优秀的团队 百合班 其实在每个行站楼都有这样的一条 就是老若病产优先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检查通道 其实检查标准是相同的 但是会在服务方面给他们多提供一些帮助 我刚看您那还放的有那婴儿车什么的 是这这都是您看 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有大小孩的 看抱着孩子再去收拾行李就特别方便 所以我们就是公司给他提供这样的 就是两条通道都会有这样的婴儿车 放在这儿呢 让这个有需要的家长把孩子放在车里面 要不然孩子随便跑的这种 他又要拿行李要去追孩子 特别不方便 有些老人啊什么的 他拿包啊或者是第一次重机 不知道相关的流程 我们会在这个人员允许的情况下 给他提供一些服务 把他送到东西口 安检服务台是一个综合柜台 负责处理安检现场的疑难问题 安检中的许多矛盾冲突 最后都集中到了这里 许多时候因为旅客对一些安检的规定不理解 或者因为着急赶飞机 往往与安检员发生冲突 鱼燕原是首都机场安保公司百合班族的一员 因为耐心细致善于沟通 鱼燕曾经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情况 他被情绪激动的旅客泼过水 也得到过旅客深情的拥抱 这个鱼电池呢 咱们是不是就看这个额定能量 那我这个平时能带几块 在100到160之间 每人可以随身携带备用电池两块 设备上一块 那我要鞭子的时间长 我带这个需要很多的 那怎么办 那您的陪同应该人也挺多的吧 每个人都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 在三块 您可以带一台设备 设备上一块 然后备用两块电池 咱们也是为了您的安全 咱们和洪空公局专门设备的 这个电池的相关飞底 希望您来这一块 我每次特别麻烦 你都要单独一个电池 我这咖啡机也挺紧的 老要来您这儿 您来多来这儿 所以我能不能办一个 什么方便的 就直接定机通道 就过去了 没有定机通道 先生您可以 那个在这个额定能量 不是这130吗 如果您觉得麻烦的话 先生下次您带这个额定能量 在100以下了 这样就不用来这里 做相关证据了 好吧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旅客 于燕和他的同事们 总是这样轻声细语 耐心细致地做着解释工作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尽量为旅客提供细致的服务 体现出了第一国门的良好形象 全球最长的行李运输系统 是如何工作的 这里的速度是每秒2.5米 然后前面是5米 最快到10米 世界上最干净的卫生间 是怎样实现的 每家工作都是有标准的流行 请继续收看第一国门 下午2点多钟 一架飞机安全降落在栏首都国际机场 此时梁小鹏正在塔台管制席位上 对梦想委进行实战指导 在这个飞机落地之后 你的脑袋一定要看到那个位置 落地观察落地飞机 对吧 因为他们两个是有整个冲突的 在民航华北空管局 管制员毕业后 需要经过港前培训 模拟机培训 管制席位进席几个步骤 最后经过放单考试合格后 才能正式上考 对于梦想委来说 了解并熟悉各个管制席位的工作 是他正式上考前最为重要的功课 能不能看到飞机 仔细看一眼 是吧 能看到飞机 对 所以这是个习惯 因为你牧师指挥范畴 你必须要建立牧师的识别 是第一位的 所以说不管天气是什么样 尽量去看 天气好可能 食用力能看到 天气不好 这一两公里的位置 应该也可以识别到飞机 如果天气好的话 你能观察到飞机的起楼件 姿态 对 基本要做女人看出来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模拟机培训之后 刘易贤的进步很快 状态稳定 今天梁小鹏安排他 在真实的管制席位 见细一下 毕竟是第一次真实的坐在管制席上指挥 刘易贤由于过分紧张而连续出措 梁小鹏只好将他换下 太紧张了 对 所有 像我们来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次张嘴没抽出话的 非常紧张 这完全是跟 建训跟培训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们的任务在 模拟机培训之后 一定要经常去听这个飞机 真实通话 上席位之后 很多配合呀 你的嘴 眼 手 协调的配合 都是你不紧张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尽管师傅没有怪罪 但刘易贤还是感到十分沮丧 有的人 手心肯定都是汗 下午四点 首都机场迎来了又一个客流高峰 T3航站楼的直击柜台前 旅客们排起了长队 办理完乘机手续 旅客们通过安检后 就轻松的当真当机了 而他们托运的行李 则进入了行李传送系统 这些行李必须在飞机起飞前 完成安全检查 自动分解 再被运送到对应的飞机货舱 与旅客们一同启程 这么一套复杂的工作 是如何完成的呢 得到了特别的批准之后 我们进入了首都机场的 行李传输控制中心 这里就是行李处理系统的高速系统 它的最快速度是每秒10米 这里的速度是每秒2.5米 往前面是5米 最快到10米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行李处理系统 最快的一件行李 从国际到出口 得多长时间 10分钟 10分钟 国际的 国内的5分钟 如果不经过安检 没有那些 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没错 直接出来了 旁边工程师介绍说 T3航站楼行李系统 是中国最长的一套行李系统 总长度为68公里 比北京三环的长度 还要长20公里 这套系统 由高速托盘系统和输送机组成 由先进的智能型行李自动化系统 进行控制管理 每小时可自动分检和运输 行李物品19200件 行李运输系统 几乎是24小时 在高效运行之中 而另一个岗位 也必须是24小时 不能间短 这就是机场的保洁工作 首都机场 每天进出的旅客 达25万多人次 再加上几万名工作人员 首都机场 就是一座 24小时运转的不业城 但是首都机场的卫生间却干净整洁 而且还获得了世界最佳机场卫生间大奖 下午两点 我们跟随保洁员袁委 走进了T3航站楼 国际后级大厅东新区的卫生间 实地了解保洁员是如何工作的 你好 你好 今天没有什么事吧 那个设备设施都完好是吧 那您下班吧 您进监督卡 这就交接完了 这您就开始工作了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突发事件 如果没有的话就开始正常工作 这是来的 我先检查一下 对 杨师傅在这工作多久了 四多年了 十多年了 那你们这个一天 我刚才刚交接的完 就是一天工作多长时间交接 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下午八从两点上 一直到晚间四点以下 二十小时都是我们的 您这个八个小时一直就这么差 因为这个机场呢 二十四小时都是人的嘛 所以八小时我们一直都在工作 人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主要保证这个净面啊 没有水痕 排面啊 没有水迹 然后这个洗手盆啊 里边没有毛发 这个照页出水 这个水龙头呢 表示干净光亮 人少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做一些边角的泄活 为了给旅客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的卫生间环境 保健员每天要进行上千次的擦拭 在高峰保障时间 保健员会在八秒钟内 高校及时地完成作变器的清理 消毒 以方便下一位旅客使用 首都国际机场 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 首都国际机场 以热情好客 文明健康的形象 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 几天之后 梦想尾通过了全部的测试项目 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管制员 国航1429 北京塔台 你好 Echo 1366 跑到外的 南方6213 今晚888 穿越跑到361 国航1429 地面风12 动2米 跑到361 可以起飞 在梦想尾沉着冷静的指挥下 用一架飞机 从首都机场 横空而起 向三室里飞机 公轢写回来 以热机 南方621 法宣尾沉着 自然的 南方621 所调特性地感 中特性地感 洋感